哈喽 大家好 我是老刘 要是有些话想对大家说 不要对东北的口饭抱有很高的期待 不要过于磕磕 你像这都随便吃 尤其这还是24小时的 看这个鱼肉片是不是 很嫩哈 肉三鲜的饺子和这个韭菜盒子 肉包子 主食的种类也是很多的 我们沈阳的兄弟吧 就是他在沈阳太久了 就是花了15 这事呢 讲究一个重口难调 口味方面差不多就行了 他不是说我一个人花了50 80的 对口味有要求 鸡蛋柿子我爱吃啊 这个再来一点是不是 这是啥肉啊 少来 来一块 这还有锅包肉和炖鱼 来一块锅包肉啊 红烧肉也还不错 盖饭这个东西 大家呢 吃着就是说 哎 它不咸你知道吧 它不是说为了让你少吃菜多放盐 我认为那样其实就可以了 大家对这个口味啊 它不要要求的就是特别的高 就吃点油菜素的啊 来一点点 因为毕竟啊就是15 16 要指着它能多好吃是不可能的 看今天有一些美食博物啊 过来吃了东北这边的盒饭吧 然后感觉很失望 就是做的不好吃没有锅剂 每个人的口味吧不一样重口难调 你看蒜蓉的 蒜蓉的还是罐头 我用我自己做力道 我从来不说它们好不好吃 因为我认为我不够隔 每次说这个话之前 我都掂量给它自己几斤几两 总有一些圣经的老市民们 哎 就是我们只能说吃得惯吃不惯 比如说 那我不能吃辣的 我说所有的川菜都难吃 这不公平也不合理 就是说所有推荐川菜的主播都是收钱了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不够合说这个话 这种例子有很多 你吃不惯 然后你说人家难吃给人口头骂 我觉得不太公平 吃个例子 咸豆腐脑 甜豆腐脑 咸粽子 甜粽子 西红柿鸡蛋 咸口的 甜口的 折耳根 香菜 你有没有人吃榴莲和臭豆腐 还有能不能接受螺蛇粉的对不 这16块钱我吃的我就觉得很香了 就是它只要不是说太不品香了 它肉太软够了 对吧 它做的不好吃 它最多就是大家吃不惯 可能你认为吃不惯 或者它锁也不行 这就把人家承认大家 然后我盒板也不止拍了副包 大家仔细往前看 就是说我还拍了蓝鸭 预约镜像 还有华山路的四季粉饭 那个小红炭我也去了两三趟了 就是说沈阳所有的店我都拍了 我可能明天还要放一个最近 咱们这个网红炭饭叫百姓食堂18块一位的 也是最近炒的很火已经刷屏了的 我那个时候吧 说富龙是香花版 只是说成像对比了一下 就是15-16块钱的一个性价比方面 毕竟它家种类费者很多 60-80种对吧 请至大家也都看得见 都来着放你 你说阿伯主啊 拿我这个说法来说事 如果大家有更好的 就给我名字跟地址 我去拍 我很乐意 我没有任何的立场 我就一个自来甩 人家都卖15-16了 怎么可能再给我钱都推广 你们一天真是想太多了 请大家不要隐身到说 我说哪个盒饭好吃 或者谁家好吃 然后就是我去收钱了 那就给人家误诊算钱 没有这事 目前为止没有过 如果你没有证语 证明我从今天往前的 所有的视频 在谁家收钱了 拿出证语啊 我把我这30万账号 算了人家了 包括今天这一年 以后能不能接着退款 我不知道啊 往前没有 然后 如果以后我接到这的话 我会告诉大家 我会迷糊 兄弟们不吃了 拜拜 今天是吃鲁鲁鲁鲁 可以多来点 嗯 嗯 嗯